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用倚靠代替惧怕 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从大卫的经历里面 我们能够来学习 在面对惧怕的时候 我们可以决定来倚靠神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五十六篇的一到六节 神啊 求你怜悯我 因为人要把我吞了 攻击欺压我 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 阴沉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我倚靠神 我要赞美祂的话 我倚靠神 必不惧怕 邪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 他们聚集 埋伏 窥探我的脚踪 等候要害我的命 诗篇五十六篇一到六节 我们读经先读到这边 弟兄姐妹 这首诗的背景是什么呢 其实在诗篇五十六篇的抬头 就有著名说 这是非力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 在非力士的敌营的这边的加特这座城市 大卫被拿住的时候 那时他所作的这首诗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这首诗是大卫被抓的时候 所写的 那为什么会在加特这座城市呢 大家都知道 大卫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那就是大卫他曾经打败非力士的勇士 就是一个巨人叫做哥利亚 那在当时那个故事后来的发展 虽然他打败了哥利亚 可是呢 却是遭到了扫罗王的嫉妒 因此呢 扫罗王就起来要追杀大卫 而大卫就开始逃难了 他一路就逃到了这里所提到的加特这个城市 这是一座非力士人很有名的城市 但是呢 弟兄姐妹们 好死不死 这个城市原来就是那位哥利亚的故乡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 我们可以想象大卫所要面对的情况 他身后有扫罗王的追杀 可是呢 眼前又要面对这般非力士的仇人 特别他还把人家的大将军哥利亚给杀了 这真的是会让大卫充满了焦虑 就好像诗里面所说的 他每天无时无刻的都提心吊胆着 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害怕 充满很多的恐惧 所以说他说 他的仇敌终日要把他吞了 终日要起来攻击他 终日要颠倒他的话 而且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他的命 所以大卫该怎么办呢 在这一首诗的背景的故事里面 我们从《撒母耳记》上21章就可以知道 大卫为了在加特这座城市 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只好想一个办法 他的办法是什么呢 他的办法就是假装自己疯了 他就整天的装疯卖傻 整天的好像流口水到他的胡须 或者是到城门口的墙上乱画乱涂鸦 这样的状况真的是使他成为一个弱难的英雄 大卫已经不再像以前可以那样的潇洒 那样的那么有勇气跟信心去跟巨人哥利亚挑战 在这边他只能整天疯疯癫癫的让人来看笑话 想象一下大卫在当时在加特这座城市被抓的时候 他在装疯卖傻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想象一下 我想他最害怕的是自己装疯卖傻的伎俩被看穿 以至于可以让他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事实上这些非力士的仇敌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不仅在看他的笑话 而且其实他们更想抓他的把柄 看看这个大卫到底是真的疯了还是假的疯了 所以大卫他在他的诗里面他才会说 这些非力士人他们常常的聚集 埋伏要窥探他的脚踪 而且等候要害他的命 弟兄姐妹们这也就让我想起 过去我曾经有当兵的经历 我记得我在第一天下部队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 一个新来的什么都不懂 一下子衣服要穿的 有没有穿对边 一下子皮鞋有没有差的够量 从头到脚 每一个地方都是受到那些资深的人员的一种 好像监视一样 随时随地的要来抓我的错误 那个时候真的是压力很大 甚至当我们被叫去做事情的时候 还要被长官这样子的责骂 那时候真的也是充满了像想象到那个大卫在那个时候的困境 弟兄姐妹们 不晓得你们生命会不会有觉得被困住的时候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情况 在这样的困境里面那是一个看起来可能没有出路 可能真的是会让人失眠睡不着觉 可能会让人头痛 无助 四处感到受到威胁 这种困境 也许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出了很大的问题 在生命上受到了威胁 也许可能是我们的生活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而受到经济上的威胁 或者是我们突然之间也要面对人际关系之间突然的断裂 在人际上我们也受到了威胁 这些难关都让我们非常的难受 都让我们也会感到害怕跟恐惧 如果弟兄姐妹 你有这样子的生命被困住的时候 鼓励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的选择吧 大卫在第三节他宣告 他宣告说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弟兄姐妹们 大卫的选择 他在困境中 我们看到他没有怨天游人 他没有愤世忌俗 他也更加的没有去扭曲自己 而去做邪恶的事情 你看他反而是起来倚靠神 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想一想 什么是倚靠神呢 倚靠神不是说我们很会倚靠 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倚靠的那个对象 他很稳固 而且他一定会支持我们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 上帝他都掌权 弟兄姐妹们 真的很宝贵 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 任何困难都无法破坏我们这种 倚靠上帝 或者是我们是被上帝所保护 我们倚靠他的这样的关系 任何困难都没有办法打断这样的关系 在罗马书8章35到36节就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弟兄姐妹们 依靠神不是一种愚昧无知的信仰 就好像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身体病了 而不去看医生 不去吃药 依靠神是什么呢 依靠神是懂得 不管在任何的情况里面 神都掌权 因此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可以起来跟神建立活泼的关系 当我们越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越加的勇敢起来 依靠神 要相信当我们起来 依靠神的时候 就是要领受恩典的开始 弟兄姐妹们 你还在靠自己吗 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孤单疲倦了 让我们来试试看 让我们来学习大卫 让我们一起来依靠神吧 弟兄姐妹们 你处在恐惧当中吗 神的话语也鼓励我们 在西伯来书四章十六节 这里说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距离 来到诗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鼓励你 让我们一起来选择依靠神 让我们像大卫一样 一起大声的宣告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也让我们一起 耐心的来等候神的作为吧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要特别为着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如果我们现在有处在 惧怕的里面的时候 我要祈求上帝将你的恩典 真的是浇灌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 好叫我们真的能够靠着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安慰 让我们心里面可以生发足够的勇气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宣告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神 主是的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我们今天就将我们的困难 带到你的里面 愿主你的恩惠 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勾用的恩典 好叫我们能够度过生命中的难题 好叫我们真的可以在 这样子的倚靠的关系里面 与你更加有活泼的关系 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被主自己来兼顾 求主祝福今天领受这样的信息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主你的话语 是何等的真实与宝贵 感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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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